今天早上这堂早课 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 初中三的华文课 是一篇继续文 据说它是色相畏俱全 而且生情并茂 还掺杂了很多人生的 五味杂陈的一种心情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篇文章 待会我们就要请来 马六甲州的老师姚老师 来跟我们讲解一下 姚老师从前在视讯学院 叫的是老师 就是栽培老师的老师 而现在他来马六甲公教中学 叫的是一批活泼可爱 天真的小朋友 已经是初中三了 而且是全男班了 感觉不容易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位老师的简历 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欢迎到我们的姚亦勋老师 姚老师您早 你好 姚亦勋好 好 首先为了遵守防疫的条例 我们还是要来做一套完整的标准作业程序 先请姚老师到这来 我们一起来摘下我们的口罩 然后一起来消毒我们的双手 才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 当然这个过程中 我们还是同时保持着一米 一米 很遥远的这个安全的肢体距离 希望说在这个传授知识的过程 我们也以身作则 让同学们看到我们对于这个防疫 是十分的这个严守把关的 好 先赞同 OK 好 老师准备好的话 请老师就是开始 一个月我们介绍这个课程好了 那我们刚才说 这个课程什么色香味俱全 老师吃早饭了吗 还没有 因为这是直播 我很早就赶来这个电视台 所以还没吃东西 肚子有点饿 那老师喜欢吃的早餐有什么呢 我想吃日腾腾的白粥 白粥怎么够呢 可以饱吗 但是要配上我喜欢的小菜 小菜有哪些呢 好吧 那我给老师来介绍 几样小菜好的 我们一起来看视频 到底有哪一些小菜是适合大家的呢 这些小菜要怎么个煮法 怎么个炒法 才会更可口呢 赶快来 可是我们首先来听听同学们 对于早饭可能 或者今天早课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是张文康 来自马六甲公教中学三栏班 我希望通过这次 姚老师的直播和线上讨论 能够学到一些新的语文知识 谢谢 我是李唐威 我来自马六甲公教中学的三栏班 这次能参与鸭老师的直播和线上讨论 对我而言是一个有趣的学习经验 我希望能从中学到新的语文知识 谢谢大家 我是服装者 来自马六甲公教中学三栏班的学生 我很高兴能够建设几位参与鸭老师的直播和线上讨论 希望能够得到新鲜的学习体验 谢谢 我叫刚凯杰 来自马六甲公教中学的三栏班 希望这次参与鸭老师的线上和直播论坛 能够让我学习到新的语文知识 谢谢大家 原来是同学在跟老师说谢谢 是因为老师付出的精力精神十分的多 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 给学生们准备了很多不一样的教材 那今天参与我们这堂课的学生 总共有六位 就刚刚六位同学 我们请所有的同学跟大家打声招呼好了 哈喽 好 看见吗 屏幕上 有 我看到同学的脸孔了 你们好 早安 跟老师打声招呼吧 是 老师早安 好乖哦 老师早安 我们吃完啥 是 这另一位同学呢 今天会陪伴我们一整个小时的这个课程 然后呢 刚刚我们就谈到了 其实因为起得早嘛 对不对 就肚子会咕噜咕噜叫 那个早饭还没有吃 到底早饭 老师说他吃青粥 要配一些小菜 应该要配什么小菜呢 我就给老师出了一个主意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今天我给老师介绍的小菜 有哪些 我们下个小菜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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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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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我是马六甲公教中学 是 你们同班吗 不同班 同班 对 好 圣语 好 谢谢圣语 我们再看下一位同学 下一位同学是哪位 凯杰 凯杰是吧 我叫江凯杰 来自马六甲公教中学的三阵班 好 line 谢谢凯杰 再下一位同学 我们看看是 我们说他比较早熟一点 之前 我们看到他长一点点红细了 这位同学叫什么名字 Nikolas 对吧 坦威 坦威来自我的时候 你好 你好 我是李坦威 我来自马六甲公教中学的三郎班 OK 好 谢谢坦威 来 再来我们看下一位同学 瑞杰是吗 对 这我介绍一下 夏徐瑞杰来自马六甲公教中学 好 你好 早安 最后一位同学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呢 我叫福长者 我来自马六甲公教中学 中三郎班 好 谢谢六位同学 好 我们知道这六位同学都起得很早 跟我们一样 那老师有没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聊一聊的 聊苦瓜吗 对 现在我们就要聊苦瓜 是 把时间交给老师 好 同学们 你们喜欢吃苦瓜吗 不喜欢 不喜欢 因为苦苦的不好吃 苦苦的不好吃 老师还想找你们一起吃早餐 你们就是说不好吃 那没关系 老师找到了另外一个好朋友 陪着老师一起吃 吃这个味道 特别苦中带甜 苦中带甜 甜 有甜 对 苦瓜 当然 我们说苦境就甘来 所以老师找到了一位好朋友 就是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这篇 继续闻 苦瓜的作者 是 他来自哪里呢 这位苦瓜的作者 他其实是一位 好像据说是中国有名的作家 对吧 是的 我来看 他名字叫做 生肖的肖 肖傅欣 好 肖傅欣先生呢 他是来自 中国 对 他是来自中国 他是1947年出生的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 是 他本来是在河北仓州 对 目前他定居在北京 他已经出版了超过50本 50本书 并且曾经多次的获奖 我们再看下一张 好 那么至于为什么他会写这篇苦瓜 这篇继续闻呢 他曾经说过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 母亲一本永远写不完的书 好 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背景 好 肖傅欣呢 他在他八岁的时候呢 他的亲生母亲就去世了 然后呢 父亲呢 就带着继母 和一个妹妹回来 好 那个时候呢 他对着一个继母 就是他的后母呢 是非常的抗拒的 后来呢 不久呢 他父亲也病逝了 然后呢 就是剩下他两兄弟 跟着继母和妹妹一起生活 当中呢 当然有过许多的这个冲突 成长 尤其在成长叛逆期 他曾经跟他的继母呢 有过很多的冲突 不过呢 他的继母后来呢 用真情来感动他 用他的真挚的情感来感动他 让他到最后呢 后来呢 写了很多篇 关于他的这个母亲的文章 这篇我们今天要探讨的 苦瓜就是其中一篇 写的就是他的继母 而不是生母 对 是写的是继母 好 那么他为什么要用这个苦瓜为题呢 那首先呢 我们就当然是要先聆听 我们要先阅读课文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目标呢 是要理解作者呢 为什么以苦瓜为线索 来写这篇继续文 然后也来分析这个作者 他这个本篇文章的 借物欲人的这个特征 他的这个写作方法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老师也准备好了 这个肖富星 这篇苦瓜的一些贩毒 我们请导播帮我们播这一段贩毒 来听听这篇文章 请 是的 这个时候呢 刚刚我们已经跟大家先预告了 接下来有这个 这个泛文的这个贩毒 我们把时间先交给老师 好 谢谢 各位同学 现在我们要聆听这一个贩毒 同学们也在心里默读 或者是跟着读 在读的时候呢 老师要求你们 看着这个课文的内容 找出一些线索 是什么线索呢 这是关于苦瓜 苦瓜在这篇文章里面 它到底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为什么作者要写苦瓜 请大家用心一边读一边去思考 是的 像刚才老师谈到的 这个苦瓜 怎么样可以跟母亲联系在一起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贩毒 原来我家有个小院 院里可以种些花草和蔬菜 这些活儿都是母亲特别喜欢做的 把那些花草蔬菜试弄得叉子烟红 像是给自己的儿女收拾的眉清木秀 招人眼目 母亲的心里很舒坦 那时母亲每年都特别喜欢种苦瓜 其实这么说并不准确 是我特别喜欢苦瓜 刚开始是我从别人家里 要回苦瓜子给母亲种 并对她说 这玩意儿特别好玩 皮是绿的 里面的染和紫是红的 我之所以喜欢苦瓜 最初的原因 就是它里面的染和紫 格外吸引我 苦瓜接在架上 母亲一直不摘 就让它们那么老着 一直挂到秋风起时 越老 它们里面的染和紫越红 红得像玛瑙 像热血 像燃烧了一天的落日 当我掰开苦瓜 兴奋地注视着这两片 像船一样 盛满了鲜红玉地的 壤和紫瓜石 母亲总要眯封起 昏花的老眼看着 露出和我一样 喜出望外的神情 仿佛那是她老人家的杰作 是她才能给予我的 欧亨利式的意外结尾 让我看到苦瓜 最终这一落日般的血红和辉煌 以后我发现苦瓜做菜 其实很好吃 无论做汤还是炒肉 都有一种清苦味 那苦味格外别致 既不会传染上肉或别的菜 又有一种苦中蕴含的清香 和苦味淡去的清新 像喜欢院里母亲种的苦瓜一样 我喜欢上了苦瓜这一道菜 每年夏天 母亲都会经常从小院里摘下 蘸着露水珠的鲜嫩的苦瓜 给我炒一盘苦瓜青椒肉丝 她成了我家 夏日饭桌上一道 经久不衰的家常菜 自从这之后 在见不到苦瓜壤和子 鲜红玉地的时候了 是因为在等不到那时候了 这样的菜 一直吃到我离开了小院 搬进了楼房 住进楼房依然爱吃这样的菜 只是在吃不到母亲亲手种 亲手摘的苦瓜了 只能吃母亲亲手炒的苦瓜了 一直吃到母亲六年前去世 如今依然爱吃这样的菜 只是母亲再也不能为我亲手 到厨房去将清嫩的苦瓜切成丝 在垫起炒锅 亲手将它炒熟 端上自家的餐桌了 因为常吃苦瓜 便常想起母亲 其实母亲并不爱吃苦瓜 除了头几次 在我一再的怂恿下 勉强动了几筷子 皱起眉头 便不再问津 母亲实在忍受不了那股子一样的苦味 她说过 苦瓜还是留着 看红让红子好 可是她依然每年夏天 当苦瓜爬满架时 为我清炒一盘我特别喜欢吃的 苦瓜肉丝 最近 看了一则介绍苦瓜的短文 上面有这样一段文字 苦瓜 喂苦 但她从不把苦味传给其他食物 用苦瓜炒肉 闷肉 炖肉 其肉丝毫不占苦味 故而人们美其名曰 君子菜 不知怎么搞的 看完这段话 让我想起母亲 好感动的一篇文章 不只是谈苦瓜 其实谈的更多是母亲的 生活上的细致末节 她的人物的形象的塑造 我们想请教一下老师 也跟同学聊聊 什么是介物育人 为什么她可以用苦瓜来比喻母亲呢 好 谢谢 好 介物育人是一种写作的手法 就是说 介日一样东西来比喻人 它是一个比较 它是一种积极文的写作法 就是作者他介一个一样东西 一个物件串联起某人的某些生活的片段 好像刚才我们看了这个作者 他用苦瓜 苦瓜来串联起他思念的母亲 从而表现出他对母亲的一些感想 写出他对他母亲的这些评价 这个性格的评价 也表达了这个作者 对他的母亲的浓厚的一种深深的情感 和思念 深深的思念之情我们都可以感受得到 对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初步地去理解这篇文章 好 苦瓜成为这篇文章 我们说了它是介物育人 好 苦瓜成为这篇文章的一个回忆的线索 整个回忆的片段就是 如这个苦瓜来串联起来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作者他在写苦瓜的时候 其实他是要带回去他的思念 他实际上他的母亲的外在的特征 还有他内在的性格的特征 我们请老师来考考同学好了 接下来几道问题抛给同学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好 苦瓜的外在特征是什么 我们看一个苦瓜 它的外在特征是什么 来点名 老师来点名 当你看到苦瓜 苦瓜的皮是怎样的 请谭卫来说一说 苦瓜的皮 苦瓜的皮 是绿色 绿色的 然后它的形状是怎样的 它的外表 它外表有点不超那种的 粗糙 皱皱的对不对 如果把它逼成人的 生理特征它像什么 我知道 同学知道吗 如果皱皱的话是什么 脸皱皱的话 皮皱皱的话 同学们知道吗 知道就直接说 皱纹 皱纹 对 通常是谁有皱纹 谁有皱纹 让人家有皱纹 爸爸妈妈年纪大了 都会有皱纹 对不对 这里就是指妈妈的皱纹 所以这里就用苦瓜来带出 这个母亲的外在的特征 就是母亲年纪很大了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 它的治理行间 还可以看到一些证据 一些线索 她说母亲年纪大了 OK 好 然后我们也看到 她在第二段里面有讲到 她掰开这个苦瓜 的苦瓜老了 她才从 这个妈妈才从这个果树上 把它摘下来 然后掰开苦瓜 里面的这个果肉 我们就念成蝉 蝉是红色的 然后它种子也是红色的 然后越老就越红 好 它代表什么呢 点名 点名 老师 如果苦瓜它越老越红 那么红 同常我们用来形容什么 请哪位同学回答呢 老师 我请文康 文康 你联想到什么吗 它的心 然后掰开来 就是可以看到心 看到纸 它是红色的 代表什么 文康 有一种 母亲的爱吗 是 文康你再重复一次 那掰开 母亲的爱 母亲的什么呀 她说母亲的爱 母亲的爱 很接近 就是母亲的爱 因为我们通常我们说 母亲的感情 爱 都是心 血 都是红色的 好 再来还有什么特征 还有什么特征呢 来 再点名另一位同学好了 来 我们还有三个 第三个特征你们还可以看到吗 就说苦瓜的味道 还有什么特征 刚才一直说的 老师 我不吃苦瓜的 因为 哪位同学 举手 张哲 你说一说 张哲 你觉得苦瓜 你说苦瓜的味道是怎样的 张哲 就有一点苦苦和一点色色 又不太苦又有点甜 好不好 我有吃过几次蛋 有点苦又有点甜 如果把苦瓜比喻成人生 你说可以吗 把苦瓜比喻成人生 应该可以 因为两个都是苦 一个苦瓜 苦人生 然后也是苦 因为都是药材 药材里面的那种食物 应该可以 他听成人生 就是那个 我们吃的 那个人生药汤 老师说的是人生 就是我们人的生活中 就有苦 有甜 对不对 所以可以比喻为人生 整体上 所以它的味道 我们可以拿来比喻成人生 所以人生都是 充满着五味的 其实五味杂成 不过其中一个滋味 就是苦 尤其我们看到 这个作者的母亲 她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苦 让我们再深入去看 到底是哪一些苦 让我们来抽丝薄茧 去看这个苦瓜 它如何成为线索 如何成为这个回忆的线索 好 再来 回忆的线索是指 他想到了什么 对不对 对 所以文章的一开头 我们看第一段 第一段就 他说原来我家有个小院 小院可以 慢慢地在小院里面 种花 种菜 然后慢慢还 把那些花草 这个花草 蔬菜 试弄得 擦紫烟红 表示妈妈很用心地 去照料这些花草 蔬木 把它们照料得 好像给自己的儿女 收拾得霉清目秀 招人眼目 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她妈妈是一个怎样的人 妈妈的性格 老师点名吧 来 我点名 瑞姐 你觉得 作者的妈妈是一个怎样的人 然后她喜欢 我认为作者的妈妈 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她是一个有爱心 然后她是一个怎样 她很喜欢什么 你看她有小燕石 她有一个小燕石 所以她就种菜 种花 所以妈妈显示出妈妈的性格 她是一个很 很勤劳吗 很勤劳的人 对 很勤奋 喜欢劳作 喜欢劳作 对 她是一种很喜欢劳作的 一般典型的 喜欢劳作的妇女 好 在老师继续讲解苦瓜 是回忆的线索之前 我们先把时间 就是进入到一段广告 稍后来我们再请老师 继续给我们讲解说 这个苦瓜跟妈妈之间 她作者在叙述的当儿 还带出了什么样的线索 指引 去引导同学们 感受到这个母亲 她对于孩子的爱 还有日常的照顾 所以不要走开 先休息一下 感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到DDTV 我们知道老师就是为了传授知识 而教学已栽培新的一代 下个月 5月16号就是教师节了 我们感念老师对我们的恩情 而且有一些同学也制作了一些卡片 来谢谢老师的教养 我们看看这个卡片有写着 他就说 永远就是感谢老师的指导 所以今天我们也把来自马六甲州 远道而来的姚老师给请到现场了 我们请老师再继续跟我们讲解 刚刚那篇文章 苦瓜借物欲人之处 请姚老师 谢谢怡婷 刚才我们看到第一段 已经有这个开启了 就是作者就把他母亲的形象 给带出来的 他是一个典型的勤劳的家庭主妇 很喜欢种花 种菜 那么第二段就是主节 苦瓜就出现了 那时母亲都喜欢种苦瓜 其实他说做的准确一点 这个苦瓜并不是母亲选择要种的菜 不是母亲爱种的 对 其实是作者自己喜欢 他喜欢苦瓜 是为了小孩而种的 对 因为他说那时他还小 那时他还没说他喜欢吃苦瓜 他是说他喜欢成熟的苦瓜 这个老的苦瓜里面的这个然和籽 里面是红色的 特别格外地吸引他 所以他要求母亲种苦瓜 就是等到这个苦瓜老了 他可以把它掰开 去看这个苦瓜的这个然和籽 红色的像这个玛瑙这样 像这个热血 像燃烧的红热 这个落热 非常的漂亮 那母亲就不让他失望 所以母亲就种苦瓜 而且带到这个苦瓜老了 才摘下来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当他这个作者 他掰开苦瓜的时候 他兴奋地看着这个苦瓜 然跟苦瓜纸 好漂亮 那他露出这一个 喜出望外的神情的时候 母亲也眯着眼睛 跟他一起快乐 是 所以就 那我们再看下去 母亲总是要眯封起 眯封起昏花的老眼看着 就是说母亲看到小朋友高兴 她也高兴 她也高兴 对 所以她觉得母亲当时高兴 是因为母亲她能够做到一样东西 是能够让孩子满足的 那我们知道她的背景 我们要再追续回她的背景 因为这个母亲是作者的后母 所以她一直想办法要 要讨这个小孩子的欢心 所以当她看到孩子开心 她当然是更开心 所以作者也说 仿佛这个老人家的杰作 只有她才能够给予我 欧亨利士的意外结尾 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是欧亨利士 这个欧亨利士 其实他是一个美国的作家 美国的小说家 她的这个小说最显著 最为人熟知和称道的特点 就是她的结尾 她的结尾都是出不意料的 所以这个作者 她用欧亨利士来形容 她妈妈给她的这一个 这个意外的惊喜 其实很贴切的 只是我们要了解她的背景 是 如果没看过美国作家的这一篇 她的那个作品 可能就不知道欧亨利士的结尾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结尾 对 就是平常我们要多阅读 要不然我们看到欧亨利士 也一张八心肝膜不着头脑 是什么来的 是 那我们再接下去看 然后就后来就作者 就渐渐发现原来苦瓜很好吃 苦瓜很好吃 无论做汤炒肉都好吃 然后母亲知道了 作者喜欢吃苦瓜 所以她就更勤于种苦瓜了 就都会从这个小院里摘一下 沾着入水株的新鲜的苦瓜 炒这个苦瓜青椒肉丝 给作者吃 然后我们来看到这个句子 所以母亲喜欢种苦瓜 其实是因为作者喜欢吃苦瓜 然后母亲特爱 特疼这个作者 她总会摘一下最新鲜 沾着这个入水株的鲜嫩的苦瓜 给作者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母亲 她是尽心尽力地 要表现出她的疼爱 然后她看到作者的满足喜悦 她自己也满足喜悦了 然后自从作者爱吃苦瓜之后 我们就看到这个句子 她就再也不等到苦瓜变老了 所以就出现这个句子 再也见不到苦瓜然和子 鲜红一滴的时候了 因为在鲜嫩的时候 母亲就把它摘下来 炒这个苦瓜肉丝给作者吃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进一步的 他作者进一步地写 母亲对她的爱 然后这样的菜 这样的菜一直吃到了 他们搬家了 离开了这个有小院子的屋子 搬进了楼房 就再也吃不到 这个母亲亲手种 亲手摘的苦瓜了 因为是什么原因呢 一说搬到了小楼房 问同学 来 点名 刚才谁还没回答过 这是圣语 圣语还没回答 为什么说他们搬到楼房 就吃不到新鲜的苦瓜了 答得太好了 联想到他们搬进了楼房 就没有空地 没有空地就不能够种苦瓜了 没关系 没得种还有得炒 对不对 虽然说还是能吃母亲亲手炒的 这个苦瓜 可是一直吃到母亲六年前去世 对 这个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再也吃不到母亲为她做的菜了 是 那母亲去世后 她依然爱吃苦瓜 只是再也不能够吃到 母亲亲手为她煮的这个苦瓜了 是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她淡淡的一个遗憾 就是说母亲去世了 我就吃不到她亲手煮的苦瓜了 那么她自己还是经常吃苦瓜 所以因为常吃苦瓜就常想起母亲 让她想到了一件事 就是其实母亲她是不爱吃苦瓜的 不爱吃苦瓜 除了头几次 她一再的怂恿之下 母亲才勉强地 为了讨孩子欢心 就冻了几块纸 吃了又皱起眉头 不行不行 我不喜欢吃 因为母亲 她说母亲忍受不了那古纸 一样的苦味 她说不如这样吧 跟孩子建议 我们就留着这个苦瓜 让它变老 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红瓢红纸 虽然是口中是这样说 可是她知道孩子是喜欢吃的 所以她每年夏天 还是种苦瓜 然后采苦瓜 然后为孩子清炒一盘 孩子喜欢吃的这个苦瓜肉丝 所以从这一段 这一段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看到母亲对她的爱 真的是 母亲对她的爱 非常重要的线索 是 那来到了接近尾声的时候了 作者写了什么 然后最后作者说 他最近他看了一则 介绍苦瓜的短文 那么上面有这样的一段文字 他说这个苦瓜虽然苦 可是他绝对不把这个苦瓜 这个苦味传给其他的食物 所以人们称美其明月 君子菜 好像证人君子 就是说他自己本身苦 他不把苦味传给人 他说不是什么搞的 他看了这段话 他就想起了他的母亲 为什么他会想起他母亲呢 来 老师再点名 请一位同学回答 来 我请 来 文康 文康 这位文康 在思考 在想着东西 在思考 我就问文康 为什么 他会想起母亲呢 因为母亲经常吵苦瓜 这一点 还有吗 还有吗 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吗 当他讲到君子的时候 又想到妈妈 因为作者的母亲为了孩子开心而中苦瓜 才苦瓜 超苦瓜 甚至是不喜欢的苦瓜 所以母亲的本性就像苦瓜 把欢乐带给别人自己 但是他答对吗 对 答得很好 文康 就是他从这篇文章 他联想到 他领悟到的东西 都是吻合这个主题的 然后这个作者 这个肖福星 他曾经说过 人其实是很脆弱的 伤怀往事的 尤其是蹉跎的青春往事 心里的感受是无可言说 我知道 无论过去是对是错 是可以伤感 还是可以悔恨 但是都不可追回的 人可以回头往后看 但路却总是要往前走 过去的路是一张弓 只能弹射得我们向前飞奔 这就是我们无法逃避 又不可选择的命运 这是赵福星先生说过的 我觉得这句话 这个朱末常乐话 跟他的一种感受 有很大的关系 你们可以说出他的感受吗 是 我们再点名最后一位同学好了 老师点名吧 好 唐威 你觉得作者有什么感受 好 老师给你一点提示 OK 母亲她不喜欢吃苦瓜 可是作者要求她 她就中 她不喜欢吃苦瓜 她也陪着吃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作者一直在对母亲 提出了一些非分的要求 是说母亲不喜欢 她就要母亲做 那母亲为了满足她 母亲就去做 所以现在她回想起这些事情 她觉得 她的感受是什么 感动 好 作者感动 除了感动之外 还有吗 还有什么感受 有没有一点点的 好像奥魂 内疚 内疚有 还有吗 还有 除了内疚之外 张舍 你有想到吗 你站在作者立场 你才回想起来以前 我这样对吗 好像不够好 不够好 你知道妈妈不喜欢 不够贴心 我才逼她去做 是 好 我知道 我可以深深感受到 可能这小朋友还年轻 她好像还没有感觉到 母亲其实或者父亲 会在生活中苦心安排 很多事情给我们 照顾我们 但是因为她是藏在 那个戏之末节里头 所以孩子还小的时候 还没感受到 等她长大了之后 当她也为自己的下一代 或者她心爱的人 这么做的时候 她就能够深刻体会到 父母亲当年的那种感情 那种情怀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回来我们再继续请姚老师 跟我们来讲解这篇文章 还有就是用借物育人的方式 来写文章 写继续文可以注意哪一些事项 不要走开 今天初中三的这堂华文课 是肖富星 中国这位作家 追念母亲对她恩情的一篇文章 叫做苦瓜 那文章来到最后 我们要请姚老师 来跟我们讲解一下 总结一下 其实这篇文章带出的 整体的中心思想有哪些 好 谢谢怡婷 我们来看一看 刚才我们有探讨到 苦瓜 作者用这一个切物育人的方法 他接着苦瓜 苦瓜的外表 苦瓜的内在 还有苦瓜的味道 这三种苦瓜的特征 来写出他对母亲的怀念 母亲年纪大了 母亲的内心还是很疼爱她的 充满着热情 然后母亲为了她不断地牺牲 为了她的快乐 所以她整个思想 整个回忆的线索 都跟苦瓜 接着苦瓜来比喻她母亲 把这篇文章 带出来她的中心思想 那么我们来探讨一下 这个课题 如果是你 你愿意母亲 作为一个苦瓜的存在吗 就是说你愿意母亲 像一个苦瓜 为了你而存在吗 来 我们请同学来聊一聊 就我们圣语好了 我记得她的名字 那你希望说母亲每次让着你吗 就假设母亲不爱吃苦瓜 也陪你吃苦瓜 或者说假设因为你爱吃鸡腿 母亲也陪着你吃 但她其实想要减重 会吗 圣语 圣语讲不出来 圣语的感觉是怎么样 就如果母亲一直让着我们 你觉得好吗 你会内疚吗 应该也会像作者一样内疚 对吧 对 是 那你会怎么跟母亲说呢 假设你是作者 如果你发现原来就是母亲每一次都故意让着我 你会跟妈妈说 妈妈你不用陪我吃了 你爱吃什么 改次我来陪你吃好了 会吗 这是一个好方法吗 圣语还在思考 好 可能他没遇过这样的一个状况吧 我不知道 或者生活中还有其他状况 改天我们可以聊一聊 但老师其实想要表达的是 作者的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对吧 对 是 他接着这个苦瓜 他写苦瓜 其实他是要写这一个 他以这个 他全文以苦瓜为线索 他展开这个故事的情节 然后用苦瓜来象征母亲的这个品格 表达他对母亲的赞美和怀念 这是整篇文章的中心思想 所以整篇就是说 表达一种高尚的情节 包括人格的品质 也给他表现出来 像君子一样 对 其实老师今天这篇肖复兴的苦瓜 让我想起我小时候 就是陪爷爷一起玩象棋 我发现其实 后来我就越玩越顺了 就赢了很多局 后来才偷偷注意到爷爷的眼神 原来他是让着我 故意让我赢了那一局的棋 来讨我的欢心 所以后来我怎么样呢 跟各位同学分享一下 后来我也偷偷地让回爷爷 就是让他也赢几盘局 我不知道我爷爷知道不知道 但是我爷爷已经不在世了 可是那一段相处的时光 特别地怀念 而且特别地珍贵 对吧 怡婷真是一个 真是一个非常善意 善懂人心 会讨人欢心的人 我们都要做讨人欢心的人 对不对 要不然我们的人生就有很多的遗憾 就好像作者对他母亲的 那种内疚的感觉 如果人生能够重回的话 我想他会 他真的会跟他 我们可能可以猜测到 他会跟他的母亲说 妈我不吃苦瓜了 我也不喜欢吃 我们一起不吃 可是毕竟很多遗憾是没有回头 无法回头 所以作者本身也讲过 过去的时光只能追忆 不能回头 那老师最后再请老师可能再讲解一下 假设继续文 如果改次 同学就是在考试的时候 遇到要写一篇继续文 可以注意哪一些重点 继续文的重点就是 我们提到这个里边一定要提到人物 提到事情 他一定有一定的顺序 一定有顺序 所以时间的顺序要安排妥当 然后这个人物的形象要表达的鲜明 这是继续文最基本的要求 那我们看到这篇文章都达到了要求 就是作者他带着读者们回到他的以前的记忆 从小到大 然后用这个苦瓜作为线索 贯穿整个故事 然后他带出了人物 他的母亲的性格非常地鲜明 就是一个勤劳 朴淑 非常有爱心 可为孩子牺牲的一个母亲 这是继续文的基本要求 你一定要交代得清楚 那么你的文章 你所继续的东西 你所诉说的东西 才会感动读者 我发现到这些作者 他还写了很多细节 在细节的铺排方面 老师会给什么建议呢 因为他没有直接说母亲很勤劳 对不对 但他描述他每天做的活动 对 这是一个 就是这个写作的这个技巧 有时我们写作有各种各样的技巧 有时我们可以正面写 就是说 比如说母亲很喜欢种花 种菜 我们也可以侧面写 就是说母亲的一些 她喜欢做的一些事情 或是她不喜欢做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其实母亲 她喜欢讨好孩子 然后她就种苦瓜 她就炒苦瓜 然后其实当我们在侧面写 就是说她 其实她不喜欢苦瓜 就通过孩子来说 这个书说 这个作者她说 其实母亲不喜欢吃苦瓜的 但是她怎么样的 勉为其难的 跟孩子一起吃 吃了之后她还会皱眉头 皱眉头就觉得 这还是挺苦的 是 所以从细节去铺排人物 然后再从人物的一些特征 再给她一个总结 就是她的品格的一种 就把她品格的特质带出来 就是整篇文章可以成功的地方 所以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姚老师 还有六位同学参与我们DDTV的 这个一个小时的早课 所以我们也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陪着我们度过了这一个小时 希望说接下来还有不同的课程 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感谢大家收看这一节的DDTV 我是丽婷 我们再见 就可以 由於由於心 空中君 空中,gar pelos 作曲縣 Apa kau cinta, apa kau sayang Aku mahu bersahabat sama kamu Aku cari aku, kamu tinggal dari sekta Aku tengok aku, kamu tinggal dari sekta Apa kau cinta, apa kau sayang Aku mahu bersahabat sama kamu Ia, saya, Noh, Noh, Alia, Valisha Dan kelas 5 tahun Tahun Saya-saya Saya-saya